吹著徐徐的微風 茂盛的大樹下一張張小學的客桌椅 彷彿回到童年的時光 這是在陸園一間的早餐店 青年級的張先生計畫30歲以後 想要過著單純的生活 全台走了一圈 在朋友的介紹下來到台東陸也 找到了他所謂的單純生活 前幾年就是有在環島的時候 剛好遇到一個朋友 然後他介紹我來台東這個地方 因為我一直在找 就是說我可能30歲之後 然後想要病下來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我其實像苗栗南投 或者是北部的那個宜蘭花蓮 都有去走過 就是類似鄉下的地方 然後我是希望說 就是一直在找這個地方 只是說來台東 只是他最後一個落腳的地方 只是說我覺得說這個地方的人跟環境 就是比較符合我想要的 所以說我選擇台東這個地方 這裡的早餐除了選用當地的食材之外 因為本身自己也愛料理 也研發出許多創意的餐點 南瓜跟鳳梨為主還有紅烏龍茶 就是說飲料的部分我們是提供 就是說鳳梨茶 然後還有紅烏龍茶 就是說在地的一個 一個是在地的水果 一個在地的特色茶 然後餐的部分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當季有現有食材 像現在有南瓜 我希望說以南瓜入菜 只是第一個它也是比較養生 也比較健康 就是說它可以讓社區跟遊客 做一種比較健康的選擇 業者也說不只是早餐店 這裡也可以是民眾喝茶聊天 小朋友寫功課 旅人休息片刻的地方 未來也會提供農民 代銷農特產品的平台 就未來會有像 像它有把它的東西 然後可能我們有一格一格的 像抽屜 然後就是擺設它的東西 它可以去賣它的東西 藉由這個空間 然後過往的旅客進來 看到的話它可以跟小農購買 對對 沒有冰冷的水泥圍牆 只有聽到嗡嗡的長叫聲 想像上坑的鐘響 沉浸在慵懶的片刻中 享受一份簡單的早餐 中文新聞陳定雄 楊國柱 陸也將採訪報導